卖菜老板绝不会告诉你的 食物储存小技巧 1.香蕉放两天就容易坏 用清水洗掉表皮的催熟剂 纸巾擦干水分 再打湿一张纸巾包住香蕉的根部 放到天荒地老 想吃的时候依然完好 2.碗中倒入纯净水白醋小苏打 给它搅拌均匀 自动喷壶喷在土豆表面 装进纸箱里 一个季度都不会发芽 3.吃不完的洋葱容易发霉 给洋葱穿上女朋友的丝袜 一个个地挂起来 这样能储存很长时间 4.面包容易发霉 悄悄在袋子里放根芹菜 密封起来就不容易发霉了 5.把胶带贴在西红柿的屁屁上 锁住水分 三个礼拜都新鲜 6.家里的生姜买多了吃不完 容易发芽腐烂 今天 教大家一个如何保存生姜的小方法 首先我们在溶剂中放入适量的食盐 再倒入清水搅拌均匀 然后把生姜放进盐水里浸泡15分钟后 再把生姜捞出晾干 然后再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样保存的生姜一年都不会坏了 7.包菜多了吃不完 用小刀将包菜的根挖掉 里面塞入厨房 用纸喷上清水 将纸打湿 半个月都不会坏 关注我每天分享更多实用小妙招